欢迎来到三米阅读,阅读乐趣,三米启航,祝您听书愉快。 讲了什么这么引人关注呢? 首先,它是一本讲致富的书,其次,它对于如何能致富,提出了非常独特的观点,是跟人的财富地位有关,影响人的经济状况的议题。 说到这个问题,你也许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就是现实中有些人似乎有赚钱的天赋,比如某些企业家,不管怎么折腾,事业起起伏伏,到最后还是个有钱人。 而有些人似乎没有财运,遇到赚钱的机会抓不住,偶尔赚的钱还可能很快败光,到最后难免平庸,甚至穷困潦倒。 是什么造成了两者的差距呢?是学历,是智商,是职业,还是性格? 这本书告诉我们,都不是,人的财富状况跟这些没有直接关系,真正的原因另有来源。 简单的说,这本书认为,我们每个人潜意识里,都有一张财富蓝图,它就像恒温调控器一样,决定每个人的赚钱能力和财务状况。 如果财富蓝图够大,即便没钱,也会变得有钱。 如果财富蓝图太小,即便有钱,也会变得没钱。 而要想拥有一张良好的财富蓝图,你必须破除很多关于金钱的迂腐观念,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这样才有可能获得财务成功,走向财富自由。 这本书的作者哈维艾克,是美国一家培训公司的创始人,没有名人光环。 这本书受到长期关注,是因为他说出了很多人在财富问题上的困境,并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指南,让人受到激励和启发去追求更大的财富自由。 这就是他的价值所在。 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 首先来看,作者反复强调的财富蓝图究竟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说他对致富非常重要? 接着再看,为了实现财富蓝图,一个人应该树立怎样的思维方式? 最后再来看,要想实现财富蓝图,一个人要养成哪些行为习惯? 这三部分合起来,就涵盖了关于致富的信念、思维和行动,希望会给你带来激励或启发。 首先来看,财富蓝图究竟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说他对致富非常重要? 先来看作者的解释,他在书中说道,什么是财富蓝图? 就像建筑蓝图是盖房子之前所做的计划或设计,财富蓝图就是你对金钱所拟定的计划。 或采取的态度。 你的财富蓝图包含了你对金钱的想法、感觉和行动。 这是原话,乍一听有点抽象模糊,但不要紧,接下来作者打了个比方,我们就容易理解了。 作者说,一个人的财富蓝图就像一个房间的恒温调控器。 如果室内温度是27度,说明调控器的设定就是27度。 这时候,如果打开窗户,有冷空气飘进来,室内温度降到13度,调控器就会运作,把室温调到27度。 当然,也有可能外面飘进来的是热空气,让室温升高到33度。 这时候,调控器同样会运作,把室温调回27度。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一个人的财富状况,取决于他给自己设定的财富目标。 不管是3亿、5亿、10万、8万,一个人能赚到的钱,大概就是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 如果运气好,赚的钱超出了设定目标,这些钱也留不住,早晚会离开他。 如果运气不好,亏了很多钱,也只是暂时倒霉,你最终还是能把它们赚回来。 用作者的话说,你的收入只能增加到你最愿意做到的程度。 作者举了个例子,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经商中多次起伏,本来有数十亿美元的身家,后来亏得一塌糊涂,但几年后又把钱赚回来了,甚至比先前更富有。 这是为什么呢? 作者认为,就是特朗普的财富调温器跟普通人不同。 换句话说,事业成功的富人可能输掉万贯家财,但不会失去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就是那颗有钱人的脑袋。 类似的案例,中国也有,在创业中负债累累,又东山再起的企业家屡见不鲜。 甚至在生活中,我们也会看到,有些人似乎天生就精于赚钱,不管怎么折腾,到最后经济状况都不差。 有些人呢,则相反,即便偶尔发了财,到最后还是会把钱败光。 作者认为啊,这就是财富蓝图,或者说财富调温器的作用。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了,财富蓝图真的能决定一个人的贫富吗?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作者的解释很简单,他认为,世界是因果相连的,富裕是一种结果,贫穷是一种结果,就像健康是一种结果,生病也是一种结果。 如果你想改变结果,就必须改变原因。 如果你想致富,就必须有致富的想法,由想法产生感觉,由感觉产生行动,由行动产生结果。 这一系列程序,就是他所说的财富调温器,或者叫财富蓝图。 一个人的财富蓝图是什么样,就决定了他的财务状况是什么样。 作者认为啊,在现实中,大多数人的财富调温器都设定在几千几万美元,而不是几百万美元。 有些人只设定在几百美元,还有些人设定在零度以下,冷得要死,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受冻。 如果你想长久的改变室温,唯一的办法是重新设定温度调控器。 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想彻底改变自己的财务状况,就必须重新设定财富目标,也就是你的财富蓝图。 用作者的话说,你的收入只能增加到你最愿意做到的程度。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它有三个关键词,可以帮我们更深入的理解财富蓝图的含义。 一是最愿意。 作为成年人,我们都知道,赚钱不容易,赚大钱更不容易。 一个人如果没有致富的愿望,就不可能致富。 说的极端点,即便是天上掉馅饼,你也要弯腰去捡。 即便是买彩票中大奖,你要先买彩票。 所以致富的前提是想致富,并且愿望要非常强烈,达到最愿意的程度。 这样你才能为他坚持不懈,全力以赴。 比如书中提到,作者有一名学生想赚大钱,是因为想资助一家拯救艾滋病患者的慈善机构。 想这样的信念,会比一般的动机更持久。 因为一般人想要通过赚钱来改善生活,只能说是愿望,还达不到最愿意的程度。 二是做到。 前面我们提到,一个人的财富状况,取决于财富调温器的设定。 这容易让人误解,是不是说设定任何财富目标都能实现呢? 当然不是,因为你不光要设置目标,还要做该做的事。 比如,你把财富蓝图画得很特别,先定一个亿的小目标。 这是一位中国富豪的说法。 你是说说而已,还是付诸行动? 你是一时冲动,还是长期坚持? 你是随便试试,还是全力以赴? 做到两个字,非常关键。 努力要配得上目标才行。 三是只能,就是说一个人的目标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要妄自菲薄,要和自己的能力相匹配。 这种能力既有先天的,又有后天的,既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 比如很多人知道,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他们的父母都有很强的背景。 盖茨的母亲,认识IBM的董事长,巴菲特的父亲是国会议员。 他们的财富蓝图,肯定跟普通人不一样。 而这种差异,既有先天条件的原因,又是后天学习和努力的结果。 但不管怎么说,都不会跟自己的能力条件相差太远。 总之,请记住,你的收入只能增加到你最愿意做到的程度。 财富蓝图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目标,更是一套包括信念、思维和行动的系统。 有钱人跟普通人的差别是系统性的,包括对致富的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的, 对赚钱的行动是摇摆的还是坚定的, 对金钱的渴望是出于本能还是基于信仰等等。 这些都不是一个简单数字能概括的,也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 所以,财富蓝图对人的财富状况有根本影响,能起到恒温气的作用。 当然,我们都知道,要成事,光有目标是不够的, 还要有正确的思路和方法。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说,为了实现财富蓝图, 一个人应该有怎样的思维方式? 在这本书里,作者总结了17种富人和穷人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为读者树立了财富蓝图的指向标。 但限于篇幅,我们不能一一介绍,只能重点解读。 这里来看两类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思维方式。 为了减少负面情绪, 原书中的穷人这个词下面用常人来代替。 第一是关于赚钱的心态。 作者认为,富人跟常人赚钱的心态不同, 富人总想着要赢, 常人却总是怕输。 所以,富人会专注于机会, 而常人会专注于障碍。 这样就导致了不同的行动和结果。 我们都听过那个著名的问题, 有半杯水的杯子是半空的还是半满的? 从中就能看出富人跟常人的思维不同。 富人看见半杯水会想着再去找半杯水, 常人看见半杯水就会担心失去这半杯水。 同一件事, 富人看到的是成长潜力, 常人看到的是赔钱的可能。 富人关心有多少报酬, 常人关心有多大风险。 总之, 富人专注于机会, 常人专注于障碍。 一个人要想致富, 非得转变这种心态不可。 为什么转变心态这么重要呢? 作者告诉我们, 你专注的事物会扩大。 一个人专注于机会就会看到机会, 专注于障碍就会发现障碍。 有钱人专注于机会, 对他们来说就处处是机会。 普通人专注于障碍就看什么都是障碍。 所以, 有钱人喜欢尝试, 一会儿试试这个, 一会儿试试那个。 而普通人总是流于观望, 一会儿担心这个, 一会儿抱怨那个。 结果, 有钱人总是在行动中, 而普通人是在观望中。 行动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包括运气在内, 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都是在行动后才显现。 人的工作也好, 运气也好, 都不会笔直向前, 而是像蜿蜒的河流一样, 通常你只能看到下一个河湾, 必须走过去, 才能看见更多的景象。 所以作者提出一个概念, 叫踏上走廊。 就是说, 如果你对某个机会感兴趣, 先跨进去再说, 不踏上走廊,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门会向你打开。 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若干年前, 作者想开一家糕点咖啡店, 但没有经验, 于是去找了一家烘焙屋打工, 想办法跟经理套近乎, 还在凌晨四点起床, 给烘焙师当助手, 尽一切可能了解行业的知识和信息。 到后来, 他自己的蛋糕店没开起来, 但跟店里的烘焙师傅混熟了。 意外的是, 不久后这个人打电话给他, 说他发现了一种热门的新式运动器材, 问他有没有兴趣做经销。 作者一看, 感觉机会来了, 决定投入一把。 结果就是这次机遇, 让他成为一个健身器材连锁店的老板, 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万美元。 所以作者认为, 行动永远比不行动好, 在行动中你才能了解更多知识, 认识更多的人, 甚至发现意想不到的机会。 正是因为对风险和机会的心态不同, 富人专注于机会, 看见机会就去试, 所以最终成功的概率大。 而常人专注于风险, 看见机会也瞻前顾后, 永远都在观望中, 所以跟致富总是擦肩而过。 第二是关于赚钱的方式, 书中指出, 富人往往是按结果去报酬, 而常人则选择按时间去报酬, 这两种不同的收入方式, 也会导致财富的巨大差异。 在现实中, 大多数人都是拿固定工资的, 并且大家也都喜欢这种方式。 为什么呢? 一方面是受长辈的影响, 几乎每个人都听过父母类似的忠告, 要好好上学, 拿个好成绩, 找个好工作, 有一份稳定的工资, 你就会过得很幸福。 当然, 对大多数人来说, 每个月在固定时间, 能领到一份固定工资, 支撑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这种安全感也是很让人舒适的。 不过作者指出, 因为人的时间是有限的, 按工作时间领报酬, 收入也必然有限, 这就违反了致富的一个准则, 不要为收入涉限。 稳定的薪水虽然能带来安全感, 但同时会阻碍你赚更多的钱。 相比之下, 大多数富人是按结果来取报酬的, 比如销售提成, 交易佣金, 利润分红, 作品版税等等, 他们跟工作绩效或交易成果挂钩, 这些收入不稳定, 但没有上限, 所以能造就富人。 在商业世界里, 收益和风险是高度相关的, 要想成为富人, 就得承担一定风险, 从按工作时间拿固定工资, 变为按工作成果拿不稳定的汇报。 但这一点大多数人无法接受, 在老一辈人眼中, 没有固定工资的工作就不叫工作, 所以作者创业时, 他父母问他, 你什么时候才要找一份真正的工作呀? 他的回答是, 我希望永远不要。 他妈妈一听, 简直快要崩溃了, 好在他父亲理解他, 支持他的选择, 才避免了更多的家庭矛盾。 作者相信, 按时间计筹很难致富, 所以建议领固定工资的人, 可以跟自己的雇主协商, 让自己的部分报酬按工作成果来算, 否则就考虑自己当老板, 可以先从兼职开始, 比如当某个行业的教练或老师, 把知识经验传授给别人, 或者向公司提供独立的顾问服务, 但要依据成果, 而不是时间来算报酬。 总之, 无论如何, 要创造条件, 让自己按工作成果, 而不是工作时间来获取收入, 这是走向致富的关键一步。 除此之外, 作者强调, 在工作收入之外, 要创造被动收入, 也就是随着时间会自然增长的收入, 比如利息, 房租, 板税等等, 否则永远不会有财务自由。 当然, 这涉及如何把工作收入积攒起来, 从事投资, 这是一个专门的重大话题, 限于篇幅, 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如果有兴趣, 你可以去查看原书, 或者等其他时机, 我再为你探讨。 按这本书的定义, 财富蓝图的实现, 包括一系列程序, 由想法产生感觉, 由感觉产生行动, 由行动产生结果。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致富的信念和思维, 最后再来看, 要想实现财富蓝图, 一个人要养成哪些行为习惯?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得到听书解读过一本《富有的习惯》, 里面提到了如何谨言慎行, 如何注重健康, 如何关心朋友等等, 很有学习价值。 相比之下, 这本书讲得更宏观, 或许可以叫行动原则, 那接下来就给你介绍三种致富的行动原则, 或者叫宏观的行为习惯。 第一, 认准的事儿全力以赴, 前面提到, 一个人的财富状况取决于自己制定的目标, 这是财富蓝图的核心, 但同时指出, 所谓的目标不是说说而已, 而是要真正致力于此, 要注意啊, 做着强调, 致力的意思是毫无保留, 全心全意, 愿意为他做任何该做的事, 付出所有该付出的时间, 把一切都投入进去, 因为很显然, 致富这件事儿, 不像去公园散步那么容易, 不是心想事成这么简单, 全世界几十亿人想致富的不计其数, 但是真正成功的凤毛临巧, 如果不全力以赴, 凭什么会成功呢? 有人说, 我每天累得像狗一样, 还不够努力吗? 我当然是在致力于变得有钱啊, 但在作者看来, 很多人自认为的努力, 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比如, 你愿意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吗? 你愿意一周工作七天, 周末不休息吗? 你愿意牺牲跟家人朋友聚会的时间, 放弃休闲娱乐吗? 你愿意在无法保证回报的情况下, 投入全部时间, 精力和资本吗? 这对很多富人来说, 都是司空见惯的。 正因为大部分人做不到尽一切努力去工作, 所以当被问到, 你愿不愿意用生命启示, 十年后要变成有钱人, 大部分人不会答应, 因为他们潜意识里, 就不想全力以赴的工作和赚钱。 而在作者看来, 对确定的目标, 必须全心全意, 毫无保留的努力, 才有成功的可能。 第二, 凡事不责怪, 不抱怨, 不找借口。 作者在书中提到, 一般人跟有钱人相比, 经常会扮演受害者的角色, 这种角色的特点, 是喜欢指责, 抱怨, 找借口。 而通常具有这些特点的人, 也是商业活动的失败者, 他们会怪经济不景气, 怪政府, 怪行业, 怪老板, 怪合伙人, 怪家人, 怪朋友, 还会怪自己的父母, 反正错永远是别人的, 不是自己的, 要是自己犯了错, 又能找出一堆可以原谅的理由。 这种责怪, 抱怨和找借口的做法, 顶多能缓解一时的压力, 减轻失败的焦虑, 但在根本上, 会让事情变得更早。 为什么呢? 正像前面提到的, 你关注的事情会扩大。 当你抱怨的时候, 你关注的肯定是生活中错误的, 而不是正确的事。 这时候, 根据物以类聚的吸引力法则, 你会看到更多的错误。 也就是说, 在你抱怨的时候, 其实是在吸引更多烂事进入你的生活。 所以, 每次当你责怪别人, 寻找借口, 或者开口抱怨的时候, 就是在断送自己致富的机会。 所以作者建议, 每次你发现自己在这么做的时候, 一定要用某种形式提醒自己, 这是在把自己往困境里推, 必须立即停止。 这看起来有点武断, 但能阻止我们责怪别人, 寻找借口或抱怨社会, 帮我们减少这些有害的习惯, 更多的远离失败, 靠近成功。 第三, 保持谦虚, 不断学习。 作者认为, 在致富道路上, 有三个字最危险, 就是我知道。 根据他的经验, 有钱人大多对世界保持好奇, 有不断学习的习惯, 而普通人则认为, 世界没什么新鲜的, 好像自己知道了一切。 但事实上, 如果你还在受财务问题的困扰, 那么关于财富和人生, 你一定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 作者年轻的时候, 有一段穷困潦倒的日子, 但幸运的是, 有一次他遇见了他父亲的一位富人朋友, 在交谈中, 这位前辈跟他说, 如果你没有获得你想要的成功, 那就是有些事情你还不知道。 这句话启发了他, 让他从一个自以为什么都知道的人, 变成了什么都要学的人, 并且在接下来的事业中, 获得了巨大转变。 为什么说持续的学习和成长, 如此重要呢? 从现实的角度看, 很显然, 某个领域的专家会比较富有, 而普通人在自己的工作领域都很平庸, 不管你是老板还是技术人员, 不管你拿的是佣金还是固定薪水, 不管你投资的是股票还是房地产, 几乎可以肯定的说, 一个人的专业水平越高, 获取的工作报酬就越高。 所以, 持续的学习不断提高专业技能, 是一个人提高收入和积累财富的基本途径。 再从哲学的角度看,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静止不动的, 每一样现实的东西都在不断的变化, 特别是在社会中, 当新的技术革命到来之后, 知识更新突飞猛进, 产业变动天翻地覆, 如果我们不保持终身学习的习惯, 就会很快被社会的发展抛弃。 所以作者认为, 能让一个人致富并且能守住财富的根本方式, 就是保持谦卑, 不断学习, 持续成长。 说到这儿, 关于这本书的解读就接近尾声了, 回顾一下, 这本书的核心观念是,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张财富蓝图, 它就像恒温调控器一样, 决定每个人的赚钱能力和财务状况。 当然, 它不仅是简单的数字目标, 更是一套包括信念、 思维和行动的综合系统。 换句话说, 为了让这个调控器行之有效, 你必须破除那些关于金钱的迂腐观念, 树立新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 包括敢于承担风险, 从关注障碍转向关注机会, 保持终身学习等等。 在原书中, 作者一共总结了17种 关于致富的思考方式和行动方法, 并且都以贫富对比的方式呈现, 让人印象深刻。 比如他提到, 有钱人玩金钱游戏是为了赢, 普通人玩金钱游戏是为了不要输, 有钱人乐于宣传自己的优势和价值观, 普通人不喜欢宣传推销, 普通人要辛苦的工作赚钱, 而有钱人可以让钱替他们辛苦的工作等等, 非常耐人寻味。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去阅读远书。 最后要提醒的是, 在这本书的开头, 作者哈维艾克一上来就告诉作者说, 我说的话, 你一个字都不要相信。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反映了作者的一个基本态度, 就是任何人的观点都是一家之言, 你可以参考借鉴, 但不能照单全收。 包括这本书提出的概念和认知, 也没有绝对的对错, 只是反映了作者的经验和视角, 我们不要轻易的肯定或否定, 与其盲目的相信或否定它, 不如通过行动反复尝试, 最终用实践结果来检验真假, 才能创造现实世界的成功。 从这个角度可以说, 开放的思考加上果断的希望,